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星座物 十二星座里最小星眼的五大星座 第一名 雏女座 把雏女座放在榜首并飞随潮流黑雏女座的节奏 都知道雏女座星系 殊不知雏女座的星眼也小 注重完美主义的他们 眼里容不下一类沙子 脑力天生就比较好的他们 生活中的大事小事统统记住不在话下 甚至连对方压根都没上心的一些过失 以及值得挑剔的地方都铭记于心 雏女座女生特别专业 以及踏实严谨的作风 如果她是长官会觉得你做好事里所应当的 没有什么值得骄傲 而你做错就是不专业 擅长批判 沉执骂烂骨子的事情 通通到来让你只有吃不消傻眼的份 如果说女人心眼小可以原谅 雏女男也是最没胸怀容忍度很低的一类人 当然他们的小心眼会非常隐蔽 所以最擅长的就是秋后算账 第二名 天蝎座 得罪天蝎座的下场 大家应该心里有数 其实就小心眼来说要看什么事 如果是一些有关信任的议题 特别是当天蝎座知道你的小问题 能够说明大问题 那么就有好奇看了 她不在乎是有多小 或重要还是不重要 也许大家会觉得她不放过如此不值一提的事情 而百思不得其解 殊不知其实天蝎看中的是事情背后她洞察到的危机 所以避免天蝎座的小心眼就是诚信 你可以出错 但是你不能有什么花花肠子 特别是洞察力极强的他们收集了足够证明是你的错 那认错就是了 否则下场极惨 可谓百孔摸扁 第三名 巨蟹座 这是一个很容易记住旧日往事的星座 也许大家早已忘却了陈锋的记忆 但是对于巨蟹座可谓是历历在目 巨蟹的小心眼来源于敏感的玻璃心被一些事情伤害过 因为外表看似坚强的他们其实只是一种保护色 内在是极其柔软而容易受伤的 特别是感情中的小心眼展现无异 看似体贴入微 其实是实时提防别人来把自己的爱人给拐跑 打翻醋坛子的事情时有发生 任何触犯他安全感的事情都会让钱字给竖起来 敏感多疑是他们小心眼发作的根源 相信直觉的巨蟹座小心眼一旦发作根本就听不进你的任何解释 满足安全感是避免巨蟹座小心眼的不二发宝 第四名 天秤座 天秤座也有小心眼 没搞错吧 其实天秤座是一个非常有分寸的星座 小心眼会非常隐秘地表现出来 毕竟会影响自己优雅美好的个人形象 但是注意天秤座称的人形 这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测量工具 天秤座并不在乎利益的争夺 但是如果有什么事情让他觉得不公平 难免也会斤斤计较 不过一旦发作起来你会发现天秤座真是非常善于辩论 什么都有理的他们 不管你有理没理错的永远不是他 要真的叫真起来 没几个星座是天秤座的对手 所以回过头想想是不是有什么不公平 或者什么方面偏偏太厉害 通常他们的小心眼并不轻易让你知道 如果你变本加厉自然会从内在爆发出来 会让你觉得原来他们在乎的事情还挺多的 第五名 金牛座 如果不是牵扯到利益和情感 通常你不会容易感受到金牛座的小心眼 金牛座是这个世界最珍惜金钱和重视金钱的星座 千万不要觉得是小利益 小钱就不在乎 其实一毫一离金牛座都是算得比谁都精 所以和金牛座有财务的往来不能大意 账目明星是非常有必要的 否则金牛座跟你算账的时候会让你吓一跳 记住和钱有关的事情就是大事 不在乎钱的多少 而感情上金牛座的占有欲也是非常强的 把恋人当成私有财产 因为对公是天蝎座的关系 所以你的任何的行踪需要报备 而且会纠缠某个小事不放 所以金牛座的小心眼于固执和斤斤计较的本性有直接的关系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十二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